一场歌舞秀 靠什么迎来两千万人次的观众 一家出版社 改剧上市前后的境遇有何不同 不知道以后改剧以后 我们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状态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式 永远是大家关注的交流 中国政府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 由地球价开始回落灯 市场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内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G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谢云颖 今天我们来关注文化产业的发展 不久前第三届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揭晓 通过对中国文化企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综合指标排序 一批骨干文化企业 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 纷纷亮相 文化企业的三十强 他们到底强在哪呢 我们先去看一场大型的演出 记者走访的第一站是杭州 一台由民营企业投资的大型歌舞表演 已经连演十多年 仍然长胜不率 这家企业凭借这台演出 在2010年成功上市 成为中国旅游演艺第一轮 这台歌舞秀 至今已经接待观众两千多万人次 是目前世界上年演出场次最多 观众接待量最大的剧场演出 在许多演出团体票房不景气 生存举步维艰的今天 这台演出靠什么长期吸引观众呢 很短 说实话我大爷还不想走 他都在看我 很老看的 第一名 第一名很老的 新加坡 这位来自新加坡的游客告诉我们 他是第二次过来看 我看的第一次很 你评论是什么 很佩服 所以我从新加坡带他们过来看 这场演出每天平均演五场 每场间隔大约一个小时 让人惊讶的是 这场仅仅一个小时的歌舞秀 他所创造的经济效益更为可观 我们的毛利率 像宋城的话达到85%左右 如果全统的产业毛利率的话 30%都很厉害 就是因为它融合了文化的内海 所以它能够超越全统产业的成长和回报 所有的文化产业有它的一种特殊性 采访中 对于目前的演出市场 不少专家表示 虽然各地晚会不断 新剧目层出不穷 评讲好戏联台 但是同样有不少演出院团 有价无事 剧场有场无事 难以真正让观众抛钱买票 那么杭州的这台演出 又是怎样在竞争激烈的演出市场 赢得观众的呢 原来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导游们都是先跟游客说 你看了 无条件的可以不付钱 如果不好 这样子的情况下 不付钱的只有万分之一 不好看不要钱 这样的一条文化销售理念 一点点的打动了观众 赢得了观众的信任 更关键的是 这也逼迫演出编剧导演 不得不去创新 去设计自己的文化产品 黄巧琳告诉记者 他们的演出策划 就是这样走上草根亲民路线 所以我们是 我们这批你看到 一个非常有激情的 可以说是草根的这些编导们 他们对每一个段的台词 每一个切入点 都是非常认真的 就是因为我们根植于这样一个观众喜欢看什么 我们要表现什么 我要watch什么 正是这一理念 使得十年前白手起家的草台班子 如今成为国内最大的民营剧团 而宋城千古琴也已经成为杭州乃至世界上最火爆的歌舞演出 我们宋城千古琴每年看演出的人三百多万 那么拉斯尔维加修的欧秀大概是四十万 巴黎的红木法他们晚上是六十万 从这个人看 我们已经超越他们了 看完演出走进景区 记者被一阵嬉笑戏 原来是高原外家三小姐正在抛锈球选驸马 前来游玩的一个小伙子奋力街道 本来以为仅仅是个游戏 整个仪式结束后 这位游客还是满脸笑容 对对 很多人想想不过 好好 运势还好 那你这种 你觉得是玩给别的地方的不同的游戏 有没有回到古代的感觉 有穿越的感觉 除了这种游客的互动项目 杭州城的平台楼阁和市井民风 以及具有杭州本土风味的特色民俗表演 与有小吃 又给景区带来了客观的收入 比如说我们这边就看到 有一个宋城的一个酒坊 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 在南宋时期啊 比如说这个江浙一带酒文化也是很发达的 那光说一个酒文化怎么去表现 我们就把当年的这个酿酒 它是这个怎么一个过程 然后让游客甚至亲自的参与其中 它既能够看到酿酒的过程 也能够做下来品味这个一杯米酒 张贤告诉我们 依靠主题公园文化演艺的经营模式 他们除了获得每年几个亿的直接票房收入 还间接带动了几十亿元的相关消费 更为重要的是吸引了战略投资者的眼光 公司去年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成为中国旅游演艺第一股 现在他们有了更充足的资金 开始针对国内的一线旅游目的地 进行战略投资布局 我想明年应该是一个泰山 大家都知道泰山是位列我们中国 其他名山的第一位的 包括香碧江啊九个寨 我想都应该是在我们的战略布局之中的 一场演出折服了三百万的观众 杭中送城可以说是名利双收 我们了解到今年的文化三十强呢 大多是主营收入和净资产 双过十亿元 税前利润过亿元的企业 中南传媒出版过 时间简史 世界是平的等畅销的图书 在2010年实现了销售收入 40.5亿元 利润过亿元 比2009年增长了23.4% 一场改制 让这家出版集团脱胎换骨 说起中南传媒的改制 龚旭光这样回忆那段经历 实际上改革最最艰难的事情 是要让大家觉得 这个这种改革的必要 而这种必要呢 我们官场认为 政府说你要改革了 你就去改吧 这是很多企业所面对的 面对的一个一个困境 2008年新闻出版总署 对全国24家出版集团做过调查 结果17家完成转期改制的 出版集团公司 平均总资产增长66.2% 利润总额增长25.3% 而7家未改制的出版集团 平均利润负增长43% 改制成了众多出版社的抉择 我们一直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第一批 第二批的这个文化企业的 试炼企业 就是我们完全可以等 国家的第一批试炼企业做完 他们出了成功的经验 然后我们再按照他们经验 去扶持我们企业的这个改革 但是我作为董事长 我等不起 当时湖南人民出版社还是事业单位 要想上市首先要改制为企业 可是由事业体制转制为企业体制的过程中 人员安置转变经营管理观念 都是耗时耗力 短时间难以突破的问题 其实改革最难的是改变心态 一旦员工的心态改变了之后 其实改革推进起来是会很顺畅的 说起改变心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给他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开第一次集团会议 当时在重组过程中 一批私企成为企业的新成员 作为事业单位体制内的干部 是如何看待这些新面孔的呢 第一个感受就觉得 怎么又来了一个人呢 这是怎么从外面又跑来一个人呢 这是第一感受 第二个的话觉得 这人肯定用我们的要什么呢 有准备从我们这里拉走一点什么东西 来讨债的 讨债的对 不仅仅当时的干部心态 一时转变不过来 员工也非常抵触 不知道改制以后 我们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的福利待遇会不好呢 我们的其他方面会不会也和改制之前 一样呢 甚至就我们怀疑会不会会不会差呢 当时的张赛南挺满意现状 因为进了新华书店就等于有了铁饭碗 但改制之后 这个铁饭碗还能保得住吗 面对各种各样的困惑疑虑 公鼠光用这样一句话来激励员工 是死去还是活着 这是个问题 在几年的改制上市的过程中 一个个问题都需要解决 有的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公司上市前需要董事长亲自路眼 各基金经理则通过董事长的路眼 来判断这个公司具有什么样的投资价值 昨晚上海的诺言 这个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 就牙疼得很厉害 牙疼很厉害 这个大概晚上两点钟的时候 我就睡不着了 就睡不着了 就起来 起来我一看这个嘴唇 这个牙龈已经肿得很厉害了 这个口脏 这个脏啊和壁都不太自主了 但是由于第二天还有北京的路眼 如果第二天不能说话的话 公司的路眼将会受到影响 这时公曙光又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 我就深深深用手把这个牙齿把它扳掉了 那扳掉之后当时人就差点就昏过去了 然后也流了很多血 差不多一瘦口背着血 但是很好的就是 这个扳掉之后 到我早晨再醒来的时候 要去再做这个漏眼的时候 这个口腔已经不发眼了 已经不发眼了 这个保证了我这个最后一天漏眼 这个很顺利 很成功 就这颗牙 就这颗牙 正是这颗门牙 以及一口碑的血换来了基金公司一改再改的报价 从最先他们准备报七块多一直报到十一块 有的甚至报到了十二块 最终中南传媒2010年10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强势登陆资本市场 以多界质全流程为概念 成为A股资本市场第一支全产业链整体上市的出版传媒股 上市融资之后 中南传媒开始积极参与通国外文化产业的战略合作 比如与日本脚川集团战略合作落地 与脱围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优势互股 在被称为第五媒体的手机媒体上 积极布局 主动出击占领新媒体领域 开启了湖南的处读时代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叫阅读花园 我们的读者进入到我们这里以后 他可以免费的看书 也可以在这里购书 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 在这个级组上 我们马上将开第二家店 未来就这个板块将形成一个联手公司 改制给中南传媒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光是普通的传媒业 整个文化产业也都在与时俱进 不断地补充新鲜血液 在今年的文化企业30强名单当中 首次出现了文化新业态这个概念 广告之后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新业态带来的新变化 欢迎回来 随着科技进步文化产业的概念呢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和文化艺术 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高度重视 让新兴的网络动漫 信息科技等企业快速发展 这些企业呢 现在有一个新的概念 就叫做文化新业态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你可以感受到山川沙漠雪林太空水面 飞越了世界上的八大景观 给人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 这是记者在体验飞越极限时看到的风景 就觉得就感觉自己在太空遨游一样 感觉非常好 一句话就是好 两个字刺激 太刺激了 比如说一开始刚进去看到一个 那个大蜥蜴吧 那应该大蜥蜴啊 那个感觉像摇你 就整个叫扑过来一样 害得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就在躲 左闪右闪那种感觉 游客唐俊卿和何晨翔 就读于安徽一所大学的计算机系 他们在方特梦幻王国一天的游玩后提演 自己都想参与到这些产品的研发中 这方面我也很想 因为我也打算 如果要以后要更深远的 比如说考研 或者是交代 我也想往这方面发展 比如说像这个水麦金山啊 潘斯洞啊 都是中国古代的神话 然后结合起来 如果单单只是通过电视剧 或者是小说之类的来看的话 肯定印象没有这么深刻 这些震撼人视觉触觉听觉的新产品 是如何研发出来的呢 深圳华强文化科技集团的负责人 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飞跃极限 其实仅仅在一个二十多米的空间里完成 甚至没有一个电影院大 之所以有遨游太空的感觉 其秘诀就在于高科技手段 我们在创意上把它变成一个球形的 半球形的 一个二十二米的一个半球 立到那里 然后我们瞬间在黑暗中间 把大家从陆地上一下 推到这个八米远的地方 悬空起来 然后让大家在模拟 在空中飞翔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游客感觉就是这批东西 实际上它在的背后呢 我们的游客的背后 大量的科学技术 自动控制 数字技术在里面 目前国内许多主题公园不盈利 但是华强旗下的主题公园 每年都有着大约30%的增长速度 除了高科技含量外 文化产业链的不同 也是其中的关键 哈利波特一直播到了六啊七啊 可能还一直播下去 干脆环球影神集团 把哈利波特在奥兰多 直接就放一个公园 就建一个哈利波特公园 其实大家看了电影以后 最后还要到公园区 它这个产业链的打造 大家就突然发现 它这个产业链的这种产品的形式 它不是我们传统的电影形式 它已经派生了 李宁表示 美国的主题公园 之所以做得好 就是比较注重 把文化元素充分融入公园 尽管它只有300多年的历史 但是它极大化地放进去 所以还是非常吸引观众 而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 这个空间自然是更大 因为新业态 它的表现在新创新 同时表现在 还有巨大的产量和规模 所以说我认为 新业态在国家425规划中间 在对文化产业的倍增计划中间 将会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在里面看来 现在的中国数字娱乐文化产品中 很多企业还处在一个 叫好不叫做的局面 作为文化的新业态 要想打破困境 在打造文化产业的产业链的同时 一定要把科技和创新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文化体制改革从2006年开始 2009年国务院又重磅推出了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对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 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文化产业 在最新的国家十二五规划中 也首次将文化产业提升至 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高度 那么如何来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呢 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社 是历届文化企业三十强活动的主办方 说到对文化企业强者的推选 经济日报副社长李鸿波 讲解了文化强者的标准 所谓三十强的强 应该强在综合实力上 不仅仅是经济指标 以经济实力为主 具体评选的时候 衡量刚才讲的主营收入 税前利润和净资产 但是在入围资格上 我们设定了 凡是有不良纪录的 就不能取得这个入围资格 李鸿波告诉我们 文化企业三十强已经举办了三届 经济日报作为主办方 举办这个活动的初衷 就是为了贯彻中央 关于生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 总结优秀文化企业发展的经验 三年来数据表明 中国的文化企业发展速度非常可观 第三届和第二届相比 三十强企业在主营收入 税前利润净资产 三项平均分别提高了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二十 尤其是有二十三家 是连续两届当选 如果把这二十三家 他们自己的指标跟自己比的话 那个 那个主营收入这一项 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七 税前利润这一项 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六点九 净资产这一项 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二 从2000年 中央在十五规划建议纲要中 首次提出文化产业这个概念 到现在已经十年多 一直跟踪文化体制改革的 光明日报副总编方正辉 对于改革带来的文化兴盛 深有感触 今年文化三十强的评选中 光明日报用文化居住净涨高 作为文章标题 从我们评选中的这一届 文化企业三十强可以看出来 我们这几年 我们国家的文化产业 已经从盆景到百花园 从试验田到风产田 方正辉告诉记者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 湖南云南等省市的文化产业的增加值 占GDP的比重 已经突破5% 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而文化产业的兴盛 是从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改革 一步步走来的 比如说全国出版业 出版界将近600家出版车 在03年的时候 还全是视野单位 那么到今天 已经全部完成了专期改制 而且已经有相当一批 已经是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 融资上市 据统计 2001年 我国从事文化产业的人数为145万人 到2008年这一数字 已变为1200多万 1998年文化产业上交的税金 仅为7.9亿元 到2008年 则上升到了900多亿元 对于这些数字 方正辉告诉我们 人才的因素 发挥了重要作用 用现出了一批文化产业方面的邻居人物 这些人物 有眼光 有市场意识 有经营能力 同德 同时又懂得文化产业的 它的特殊性 这样他们抓住了当前的 这个政策基于 和市场基于 实现了自己的快速化 十二五期间 文化产业将达到占 国民生产总值5%的目标 加快培养文化产业方面的邻居人物 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努力点 此外 实现这个目标 也可以借助对外开放 有个电影产业 这几年我们的电影大片不断的引进 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国内的电影产业 起到了极大的这个推动作用 这是一种强刺激 这种刺激促使我们的国内的电影人 他增强市场意识 来增强这个把握市场的能力 从而增强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 采访中许多专家告诉记者 按照测算 我国现在的文化需求消费量是4万亿 但是我们现在仅仅实现了1万多亿的产值 供需差距非常显著 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 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主任张小虎告诉我们 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都是发展的重点 我们这个文化体制改革最基本的一条就是 两手抓 两手都要印 一手是公益性文化事业 一手是经营性文化产业 这个公益性文化事业 这几年我们国家有很大的发展 就是广播电视冲冲通通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农家疏物 等等这个 还有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这些都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点工程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提出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 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对于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张小虎告诉记者 今明两年的任务目标 重点是国有文艺院团和非实证内报刊的转制改革 因为这两项改革从今年刚刚开始部署 全国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和非实证内报刊改革 已经启动 要求在明年9月份完成非实证内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 明年年底要完成国有院团 转集改制的任务 目前我国国有文艺院团有2500多家 非实证内报刊4500多家 今年的改革约有7000家单位设计其中 对于今年的改制工作 张小虎特别强调 这次中央确定了非常明确的目标任务和政策 文化体制改革不会以干部职工的利益为代价和成本 就是对保障我们干部职工的既得利益 或者是切成利益都有明确的规定 所以我们通过改革 一个是收入会增加 第二个是个人的业务 单位的业务有发展 这个应该说我们的广大宣传文化工作人员通过改革没有任何后顾之用 这是应该说是改革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也是我们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 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 文化产业是否强大 关乎一个国家国民素质提升的水平 也关乎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会得到怎样的传播和放大 体制改革让文化新业太迅速的壮大 也让传统文化产业涅盘重生 高附加高产出的文化产业 是中国经济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重要环节 但是要真正让文化产业具备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高度 不仅仅是需要企业资深的努力 更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 给予政策扶持和宽松的发展环境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您有什么好的线索和建议呢 都可以联系我们栏目的QQ号83083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